老美终于爆发了 公然亮出最终底牌 企图威胁我国 让我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 然而老美的终极大招 竟然不是他们引以为傲的航母 也不是威力巨大的核武器 更加离谱的是这张底牌 竟然没有在美国 而是藏在日本 那么美国的终极底牌究竟有多恐怖 为何要藏在日本 如果美国使用这张底牌 我国能否抵挡 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美国一向嚣张跋扈 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使其得到了飞速发展 一步步跨入世界顶端 为了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 美国到处发展殖民地 并且建立了大量的军事基地 在巅峰时期 这些军事基地多达5000以上 随着冷战时期结束 美国最大的对手苏联 也被迫解体 使美国成为了世界上 唯一的超级大国 此时的美国 在国际问题上 也是有着诸多考虑 最终决定改变军事策略 收缩兵力 将其放在重要位置 因此美国的军事基地 急速锐解 据了解 美国现有的军事基地 遍布140多个国家 在美国国内 就有着870多个军事基地 海军基地 有着240多个 空军基地 有着380多个 总计兵力 依然超过了30万 这些基地的地理位置 都是非常的优越 这才使得美国的霸主地位 始终屹立不倒 起初 美国主要以中东地区为战略核心 随着奥巴马上位 再次将战略核心给拉到了亚太地区 因为中国的日益壮大 使得美国坐立不安 如果放任不管 早晚会影响到自己的霸主地位 为了遏制我国的发展 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 在日本建立了80多个军事基地 驻扎人数有着数万之多 美国之所以建设这些军事基地 就是因为美国距离我国较远 有了这些基地就方便多了 有事没事就会派遣航母 对我国骚扰挑衅 甚至直接干涉台湾问题 美国一直都是海上的霸主 尤其是他们的核动力航母 数量多达11艘 遥遥领先世界各国 但是美国的11艘航母 对我国来说威胁并不大 只要美国敢来 我国就能让其有来无回 而且这个方法还有很多种 其实对我国威胁最大的 还是美国在日本建立的 80多座军事基地 老美按捺不住了 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底牌 以此来威胁我国 这张底牌 就是美国在日本建立的 80多座军事基地 那么如此重要的军事基地 为何要建立在日本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日本距离我国非常近 又是美国的跟班 因此美国就将日本作为跳板 以此来打击我国 其实在这80多个军事基地当中 对我国威胁最大的 就是横须鹤军事基地 这个基地有着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 它位于东京海湾的入口处 被称为东洋第一军港 这个基地早在美国侵略日本时就已经接手 随后美国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了改造 在原来的规模上扩大了数倍不止 现如今 这个基地可以停靠数百艘的大型战舰 就连航母也可以停靠数艘 除此之外 此地的警戒队和巡逻队 相比其他地区要庞大的多 根据相关消息 美国在此处安置了一艘尼米兹级航母 最先进的两栖攻击舰也有一艘 外加十几艘导弹巡舰 有没有核潜艇就不清楚 因为潜艇作为偷袭部队一般都在海面下 轻易不会露面 不过海上配置来看 核潜艇肯定是有的 至于有多少就尤为可知了 这个基地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 就是进行战舰的补给和维修 要知道战舰在大海上的消耗是极其恐怖的 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补给和维修 很容易到来麻烦 1980年在菲律宾海域 美国的中途岛号发生了严重的撞击事件 起初打算在苏比克湾进行维修 但是他们的维修技术有限 最终由横须鹤基地派出专家前往直岛维修 由此可见 横须鹤军事基地的重要程度 除了横须鹤基地加首纳基地也是一个重要基地 这个基地离我国非常的近 如果驾驶战机数分钟就能到达我国境内 这个军事基地的面积有着20平方千米 相比日本的机场是它的两倍之多 在这里有着两条数千米的飞机跑道 可以满足任何战机使用 美国在这里布置了数百架各式战机 海陆空三军安置了近万人 那么问题来了 日本为何容许美国在自己的国家部署军队 此前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枚原子弹 导致日本死伤惨重 他们可谓是死敌 其实这很好理解 一切原因都是因为利益 现在的日本兵力并不强大 让美国建立基地 可以更好的震慑其他国家 俗话说打狗也要看主人的 其实美国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 对我国甚至对整个亚太地区 都有着巨大的威胁性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的心机之身 老美按捺不住了 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底牌 以此来威胁我国 这张底牌就是美国在日本建立的八十多座军事基地 如此重要的军事基地 为何要建立在日本 虽然日本也是一个国家 但是他们的土地面积极小 冲击量只能抵得上美国的一个州 多年以来 因为美国的支持 日本的军事实力也在逐渐壮大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直接帮助日本 根据日本最近发布的消息 美国和日本已经达成某种协议 即将向日本出售F35舰载战斗机 根据相关数据 F35战斗机可以在日本的军舰上正常起飞 并且每艘军舰上可以承载12架同款战机 如果日本引进了上百架F35隐身战斗机 就会对亚太地区的各个国家构成了威胁 这个威胁并非来源于日本 而是美国 假如美国挑起战争 日本出其不意地出动上百架F35战机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有专家作出表示 如果美国一直盯着东方国家 那么美国在日本基地的投资将会与日俱增 最终肯定会打破整个亚太地区的平衡 面对美国的行为 我国当然不能坐以待毙 即使美国是世界霸主 只要他们敢挑起战争 我国也会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 如今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 各种先进装备纷纷升级亮相 虽然美国的11艘航母 我国在数量上比不上 但是在技术上 已经追了上来 不仅是航母 我国在战机方面也是紧随其后 我国的歼20 歼10C 歼16 这空战三舰克和美国的战机相比 也是各有千秋 除此之外 我国的东风31和东风41也正是同一 这两款导弹都是超远距离的洲际弹道导弹 其中的东风31 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1万公里 它能够携带一枚大型核弹头 它的爆炸威力相当于百万吨TNT炸药 我国的东风41更加恐怖 它的最大射程达到了1.5万公里 并且它的速度超过了25倍音速 1.5万公里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到达 并且它能够携带10枚弹头 到达目的地上空后 执行范围打击 以美国目前的防御系统根本无法拦截 假如中美之间爆发了战争 就美国的军事基地 我国的东风31和东风41 能够在数分钟之内将其摧毁 虽然美国目前的地位还在世界第一 随着我国的飞速发展 终有一天能够超越美国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